好 林土彪 干什么 我看好你 看好你 看好你 是曹河阳来啊 我连凳子都给撤了 那就我来吧 来过来 站到台前来啊 我来问一下曹河阳 刚才人家唱的可是真好 我很茫然现在 穿透力极强 没错 你用什么节目来应对 原生态的 你会吗 行吧 可以是吧 应该行 来把舞台交给曹河阳 让我睁开 让我明白 放手你的爱 又出卖我的爱 逼着我离开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眼泪掉下来 出卖我的爱 你赔了两心债 就算付出再多感情 也再买不回来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离开 分开就离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 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睁开 前奏接这首歌的 我觉得挺顺的 挺顺的 挺顺的 这个曹河阳啊 该制的 你这个歌就跟咖啡里面割香菜似的 割大蒜 不来不来就没有别的毛病 我觉得挺帅的 是吗 那我们说了不算 我们得问一下三位裁判 施先生 您觉得曹河阳这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 咱们不能按那个歌星 来要求我们曹河阳 河阳是名相声演员 能唱得这样 我觉得就不错了 我挺欣赏的 好极了啊 吴州同学 唱得不错 这首歌的话呢 我觉得他唱的不是爱情买卖 是买卖爱情的那种感觉 这个爱情买卖和买卖爱情不一样 有时候的话 就是唱这样的歌的话呢 还是要有点对象感 就比如说你得想象 有那么一个事或者一个人 你刚才在那一个人那那种感觉 就好像自得其乐的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 想想这位老师挖矿的时候的感觉 对 就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 因为我没弄出拖耳朵来 所以说 阿卫老师 我觉得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呢 他这个服装还是不错的 您是名媚人 我觉得就是user 好 这裁判也说不出什么